今天是7時8時 今天我來看這場戲的同時 其實今天應該有一個研討會是這樣的 是叫做在佔中與反佔中之間 如何做一個真實的人 原本有一個研討會 不過搞不成 找了8個 找了10個 即是社會上的一些有名有姓的人 但我找不到結果搞不成 有一個研討會 不過搞不成是有好處 我來看的時候 我仍然在問這個問題 在佔中與反佔中之間 如何做一個真實的人 我看到這部N加N的時間 由N等於Infinity 或者N等於Nuffin 這個之間 如何做一個真實的人 我富貴粥這個異象 大家也拿著富貴粥 周圍還要富貴粥這個異象 是一個什麼異象 是一個很愚蠢的異象 即是你拿著粥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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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頭還沒轉 你頭還沒轉 就被人拿走 一會兒覺得姐姐就會拿走 你哥哥就會拿走你 但仍然不斷去不同的地方 去種這些粥 最後Bangie補充的是 這個是蔡元春的朋友 我告訴你 他們相信把粒化 把植物 把大自然帶回去城市 的一種這樣的想法 這個想法 完全就是這個 就是整首歌 整部戲 第一首歌 裡面那個失業抗爭歌 裡面那個 那句歌詞 這是一場戰爭 但勝利是不可能 這是一場戰爭 但勝利是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就不做了嗎 我們太多這些經驗 不是因為勝利的可能 所以我們做 而因為我們做 所以有勝利的可能 我們太多 在之前我們聽 反國教 聽黃之鋒 聽學文思潮 他們告訴我們 不是因為有希望 所以做而是做到 會有的希望 者自得上千 戰爭 但勝利是不可能 這支粥可能叫做富貴粥 可能對你來說 叫做平安粥 可能叫做健康粥 可能叫做佔中粥 可能叫做自願 或者自主粥 不一定是富貴 我們對香港是祝福 富貴有很多意思 但是對你來說 可能是富貴 太多富貴 對你來說 最重要的未必是富貴 可能是每個人的自主 可能是富貴重要 還有一幕是說剃頭髮 剃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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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些 在字裡面有時候 很奧妙 發展和剃髮 發展 versus剃髮 在發展與剃髮之間 如何做一個真實的人 剛才莫淑儀先生 看著莫淑儀先生 剃髮 剃髮 這個場面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 在9月6日 就會有再一次的場面 我們在8月30日 8月31日 政府 人大會有一個 政制發展的報告書 出來 報告書如果是否決公民提名 如果他對於整個經濟發展 是很負面的話 對於香港人的自主參與 是很負面的話 就會 戴耀廷先生 陳建民先生 朱銘牧師 就會在9月6日的下午 就會剃髮 會剃頭 會剃到莫出如錦綱 會剃無可剃 會退無可退 政制發展 為政制而剃發 為政制而剃發 未必會拿一些沒有那些行話 技術的頭髮 然後又說一輪 我不知道會怎樣 那個是戴耀廷 那個是陳建民 那個是朱耀明 然後他們剃完頭髮之後 他會說他們對於 否決公民提名的一些看法 然後 可能希望在社會上 有不同的朋友 在接著一個禮拜 不同的界別 不同的朋友 可能就這樣 他自己都會對於 政制發展裡面 說得不了解一些 他自己的看法 包括 會不會你都會繼續剃口 你都會看法 看無可看 退無可退 對不起 今天不是很想說這些 好像很沉重的事情 大家看電影而已 看電影而已 他在電影中 還在說這些 不過就是這樣 不說這些 都是在想這些 就是你越不說 你用很大力去按住 不說 其實你都很在意外 那些事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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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部戲裡面 都是想的各個問題 在 都都和都都之間 在Infinity 和Nothing之間 在政制發展 在與政制倒退之間 在 在 戰中與反戰中之間 如何做一個真實的人 這個問題 在今天 問得 我覺得很難回答 但是 都一定要回答 不過未必是我回答 可能大家自己都要回答 是不是 現在根本很難回答 OK 我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你